你好,我們這次是來介紹RA4 整個儀表中控台這邊的操作功能 那我先解說一下,這個是我們的AUTO AUTO的話是風扇的AUTO 它會依照你定的溫度去調節風扇的風量 所以當然這個部分你按下去以後亮起來 那它就會依照你定的溫度 假設我現在溫度定低一點 那它就會依照你的溫度去調節你該送什麼風量 那這會去做調整 那基本上我是習慣自己手動調風量 所以我AUTO不會開 那AUTO,你想要關掉AUTO 這按下去是沒有用的喔 你只要按這個 就是風量這邊調整以後 它就會熄滅了 或者是整個切掉 那整個切掉就等於說 整個AC都沒了嘛 那這是AC,就是冷氣嘛 有沒有冷氣嘛 那現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是單區很溫 你當單區的時候這個電池亮起來的 單區是亮起來的 所以這兩個區是分開調整的 我們可以分開 不同的溫度 一邊可以調熱的一邊調冷的 這都沒關係 那這兩個控制的 後面的溫度呢 後面後座呢出風孔 它的溫度是不受孔的 就是 假設你兩個都鬆很很 兩邊都鬆到高溫 後座的 後座基本上就會漸漸的沒有風 不會出熱風 它是漸漸沒有風 那當然你出冷風的話 它後座就會一起有冷風 而且 也不管選哪一邊 後面的溫度 都一定是冷風 只是說 你這邊第一個調溫度高 調溫度低 後面還是有風 風量會變小 還一樣是冷風 所以沒有所謂左右邊 去調整後面的溫度的問題 那要調整後面不要出風 是按這一個 最右手邊這一顆按鈕 這一個鏡子有沒有 它後座 鏡子 就按一下 這個燈亮了 後座就不會出風了 你後座沒有坐冷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打開 但是基本上還是不會按掉 因為以免說真的 到時候後座有人 你還忘記按了 然後 另外的這個就是 車內循環 跟 要進氣外面的 還是要室外循環 那室外循環當然就建議 就是在 可能山上啊 或是空氣好的地方再打開 不然你在高速公路 或是你就瞎肺炎 但是有時候高速公路 你還是要換氣以前 因為開久了齁 你車內二氧化碳越來越多 你不開室外循環的時候 讓一些外邊的空氣進來 你的二氧化碳越來越多的話 你就越開 越想睡覺 所以 偶爾 要嘛開窗 要嘛就是用一下外循環 然後讓 車子有循環一下 裡面的空氣 不要都是二氧化碳 因為不然吸久 你就是會越來越想睡覺 那這個風量大小嘛 這就不用特別講解了 那 這個是調風 要注意喔 這個 我們現在這個是 就是前面這個出風嘛對不對 按一下 這是上下出風 但注意喔 你按上下以後 你後座會沒有 後座的上面的出風口 會沒有 會沒有風喔 那這會沒有風喔 所以你要等 你要切下一個 那 只有後座的下面也有風 前座下面也有風 但後座的上面也沒有風 剛剛 那這個是前檔出風 然後加在下面 然後這個是 只有前面 這前面後座才會有風喔 這前面後座才會有風喔 後座的上面這個 這個出風口 上面 手扶手 扶手後面這個 上面這個出風口才會有風喔 那如果你按下這一個的話 不好意思後面的 就沒有風了 大家各位可以自己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呢 你有時候調一下 你突然間 你調一下這個 後座上面就沒有風了 大家就說 欸怎麼沒有風了 所以基本上 習慣就是放在這一個 後面有坐冷的話 也上面才會出風 不然只有 腳底才會出風而已 你如果按下面那個 就是上下都會有 腳底出風 那再來這個 這個部分呢 這個是 Echo模式 就是 我們的那個 省 就是 省油模式 基本上呢 像我們這個 這個我們開啟省油模式 綠燈了 它就自動亮起來有沒有 自動亮起來 自動亮起來 那我開成一般模式 我現在開會一般模式 一般模式它自動關掉 但你也可以手動再開 一般模式 把它打開之後 它就自動去調節 你的壓縮機的一些 力道 但是有時候就會 吹起來 可能沒有這麼冷 或是沒有這麼熱 那就是在控溫 調整一下它 那基本上我都是關掉啦 沒有它就是省油取向 所以我這個都關掉 因為有時候真的太熱 然後這個是 前櫥物 前檔的櫥物 那這個是後檔的櫥物 那後檔櫥物呢 包含後視鏡 左右兩側的後視鏡喔 它也會做櫥物 所以這個按下去是 後檔跟左右的後視鏡的櫥物 所以這個另外 這個也要特別注意 然後再來呢 因為這個我是 有電二區嘛 所以我這個是加熱座椅 那現在當然有 好像有頂級的 好像也有 也是有那個 通風座椅 但是還好啦 反正冬天的話 用這個還蠻好用的 冬天真的是 上車都忍到靠北 還是覺得 看一下這個 整個屁股都燒起來 然後這個是 就是循跡防滑的關掉 那什麼情況它要關掉呢 就是可能雪地 還是你要脫困 或是在沙地 你的輪胎陷入的一個 要防止它打滑的時候 因為防止打滑嘛 因為你在沙地 你一定要打滑 你輪胎一定要滑 你才想辦法滑滑滑滑滑 才滑得出你要的地面 因為它是怎麼判斷 是你有一顆輪胎空轉 它就會不讓你轉 就是防止它打滑 所以這個按鍵呢 基本上儀表板上不會顯示 你按掉它才會顯示 因為基本上這個安全主動被動的東西 主被動的東西 它是都 都是開著的 默認都開著的 只有你把它關掉的時候 它才會警告 你就像好我現在要關掉 欸 螢幕上面呢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欸 我關掉了一個通知 關掉這個通知 有沒有 它就寫我關掉一個通知 然後關掉 好 這就是關掉我一個 主被動的一個狀況喔 我現在把它按下 它就說一直提醒我說 我的 循跡反滑的這個功能 它是被關掉的 警告我 警告我 我關掉這個東西 OK 所以這個地方你只要關掉 但是 你要入檔啦 大家喔 入檔 然後關掉 它會一直提醒你說你關掉這個東西 好 我按一下它要關閉 它提醒說我現在關閉中 欸 你可能要離 拖地 就是要拖 沙地啊 還是 還是雪地啊 需要 需要做拖棍模式的時候再 再打開 欸 這樣子 好 這就是一個循跡反滑 關掉的一個 警示 好 然後再按一次 然後再按一次它就會出現 就 它又啟動了 所以主要就是 它這幾個功能 那這邊當然是有一些可能 沒板拆好的功能 其實這邊都被淹掉了 所以這邊沒有任何功能 那這邊當然如果是盲蓋 這邊有需要再增加什麼按鍵 其實網路上有滿多套件 可能要增加USB啊 插孔啊 這個可以用 那因為我這個比較下方齁 我這邊是 這邊是因為我這邊有抓 去淘寶掏了一個那個 那個可以放 可以放0千盒的東西 所以放一些東西 那下面呢這個是 Apple Card Blade有線的 接有線的Apple Card Blade的線路 那這是另外外加的那個 就是充電的 充電座 那因為我這邊 因為這邊是12V的點線孔 那我就是裝一個燈 然後 也是把燈引出來 因為我這邊 左右兩邊有兩個充電的 這台座要充的 欸 這個是我自己要充的 都是無線充電 然後 一定會有人問我這怎麼固定的 這個就去蝦皮買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買小米的 這個是小米充電座 這個是小米充電座 這邊 你手機靠進來 它就打開 然後這樣子 那你要拿起來 旁邊有一個東西按一下 這個其實蠻好用的 我已經用很久了 這個 反正從新的到現在已經快兩年多了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撐那麼久 都還很正常 還蠻推薦用小米的 那這線路就有Zilla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設計還不錯 反正要讓台座充的 這不能少 自己要充的也不能少 然後我自己有一個放一個影片 就是把手機放下去 可以自動分享熱點 給我的4G車機 去上網看那個 Apple 看那個 Apple Cardboard的東西 因為畢竟我有 裝一個 手機越獄在這邊 然後去執行 這就是 一個操作 中控操作介紹 有興趣的人 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影片 謝謝